未来世界是可以通过画手相来改变命运的 比如画上招财手相 即便是废柴战武渣也能成为商业大佬 然而有一个男孩却在手中画满了厄运手相 小镇中最近流行起了看手相 而这个发起人正是小夫 只见他爱抚着静香的双手表示 妹子你的手相说你会嫁给一个叫小夫的矮夫帅 大雄顿石器道开了大笔孔特效 吃不到女人的他变身醋王 表示建国后合同不允许成金 然而小夫却亮出一本比西元的床垫还要贵的手相书 要为大雄免费占卜一挂 一听可以白嫖 大雄顿石亮出了手掌 可下一秒他就抑郁了 因为在小夫的占卜中 大雄会命中缺钱 二十岁欲中管饭 三十岁债台高筑 四十岁亡命天涯 如此自律的人生 大雄听完想死的心都有了 小多拉劝大雄不必相信这些玄学 毕竟手相这种东西只能偏偏跳光长舞的那群大妈 大雄觉得此话有理 可下一秒 老妈就拿着零分试卷杀倒 不仅说了人还扣了零用钱 天昏了地暗了彻底毁灭了 大雄这下完全相信了小夫给自己算的悲惨人生 小多拉只好拿出一套手相套装 要帮大雄逆天改命 而这套神装是用墨水的力量 强行改化学中的勾股定理的因果定理 是不是听不懂 听不懂就对了 只见小多拉照着参考书在手心画了个招财手相 下一秒老爸就变身散财童子前来投食狸猫 而当大雄也画上同款手相后 出生就没见过的七大姨家的八大姑 竟主动送来了巨款见面费 作为代价大雄要帮忙照顾他的小宝宝 顿时大雄揭抹上头 抡起毛笔就给自己画了一整套手相 可惜大雄摔神附体 经小多拉解毒 大雄会先撞人再挨坐摔倒 而后被人讨厌 最后的最后是被捆绑再被一刀KO 大雄经的说都不回话 想用乳霜擦掉 可下一秒两人就压麻呆住了 只见宝宝一个直线球 就把乳霜送上了顺风车 大雄顿时开启跑男模式 跑了足足久久72千米 不仅没能追回乳霜 反倒一头亲近了虎哥的怀抱 眼看自己被撞掉了两颗虎牙 胖虎一秒变身一拳超人 祝大雄完成了手相中的壮人与挨揍 于是两人只好原地飞升 大雄不确定自己是否画了自由落体的手相 只好再次回到地面 可地面上却突然掀气飘飘 里面不仅有着哼哈大将 还有着哼哈二将 大雄整个人都惊呆了 立马开启了脸黑大头特效 一脚地板油直接开溜 弄得拍奥特曼打怪兽的剧组人员一脸懵逼 大雄想用清水洗去手相 可不用科技与狠活根本洗不掉 小多拉只能去未来重新购买乳霜 然而大雄是个爱干净的娃 随手扯来的擦手不仅是妹子的遮羞补 大雄本想回家驱灾避邪 却被胖虎抓来空地当了工具人 因为小夫算胖虎未来会是个魔术师 胖虎就要将这场魔术手绣送给大雄 一场没有科技与狠活的刀刺活人 大雄还没来得及反驳 就被塞进了棺材成了活道具 只见虎夫二人拿出十八般武器就要献祭大雄 大雄再啥也知道懂 就算捆成了粽子 也比被插成筛子枪 本以为回到家中就可以大吉大利妖魔鬼怪退退 却不知道家中这个宝宝才是自己的噩梦 只见宝宝一个丝滑的脱手 大雄就自体旋转10086度后 真就成了上波带主的粽子 小宝宝也是个体贴的娃 拎着一把开了刃的剪刀 冲着大雄狂奔而来 大雄精的说都不会画了 了便活去用脸摩擦地面窜了出去 然而下一秒 要不是及时赶回的小多拉伸出了小元首 大雄就要死透了 他用新买回的乳霜为大雄擦去了厄运手相 原本想为大雄重新画上一些好的手相 却遭到了大雄的拒绝 因为通过这件事 大雄明白人生就是要脚踏实地 而他的脚踏实地就是睡觉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你们知道一代歌神隐退前 最后的梦想是什么吗 一代歌神陆木匠最近想隐退 在娱乐圈造成了地震般的影响 余波甚至波及到了胖虎 于是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放弃唱歌的梦想 毕竟作为一个十八线小明星 他也清楚自己的歌声堪比噪音 但歌痴少年也有梦想 而告别也是要有仪式感的 所以胖虎决定在生日当天来的告别演唱会 拼闻此消息 两小只顿时开启跑男模式 大家奔走相告 相拥而弃 生活就像超级女生 走到最后的才是纯爷们 可就在大家觉得十分靠谱的胖虎的这个决定十分靠谱时 小夫却是唯一的人间清醒 毕竟轻易放弃梦想的人跟咸鱼又有啥区别 为了找出胖虎身上的秘密 小多拉用真心话吸气筒 吸了胖虎的一缕神魂 真是不听不知道 一听才知胖虎真会玩 原来胖虎甚至靠实力自己铁定走不到最后 于是他决定模仿选秀节目大胆情牌 先是以告别演唱会勾起粉丝的不舍情怀 然后画风一转来个原地付出 这粉丝的心还不被自己拿捏得死死呢 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胖虎突然学会了单人双簧 本以为熬过明天就雨过天晴 没想到江湖险恶全是套路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学霸献计不如将计就计让他真的隐退 可大家智商都不太高 完全不知道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可以阻止胖虎 而此时的胖虎已开始疯狂挠补 认为群众一定会一哭二球三下跪 挽留自己这个治愈系歌手 但现实却是别人都把胖虎当空气 害得他这段完全垮掉 胖虎那火工星决定不办告别演唱会了 也就是说那个唱歌要人命的胖虎 还会继续唱歌的梦想 没办法小夫只好动用超能力了 他先是找来法国服装界的设计天花板 要为胖虎打造款乡村藏爱款打歌服 接着还要找漂亮国著名建筑设计师 打造全球最华丽的舞台 只为让胖虎好好唱完以后就别再唱了 虽然作战第一步算是圆满了 可接下来如何让胖虎真心赢退才是S级任务 小夫可不想钱都花到位了 等来的却是胖虎的付出宣言 但但是学渣大雄这次突然开窍了 他认为只要大家都摆出冷漠脸让胖虎自己嗨 他就绝对没气氛皮肤出 为了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大获全胜 大雄拉来众人进行排练 并表明只要大家能控制住表情 将会把胖虎的梦想扼杀在今天的舞台上 然后他请上了与胖虎体重有点像的小多拉扮胖虎 可小多拉只说了三个字 已退 台下就瞬间炸裂 毕竟大家对胖虎歌声的厌恶早已成了生理反应 可如果不给胖虎掌声估计又会被胖虎送离楼 但人在江湖飘全屏演技高 小多拉决定用掌声夸大话筒来降低现场氛围 只需将开关拨到减号 掌声就会变成悄无声息 之后小多拉将话筒藏进花丛 举办一场体面的告别演唱会 可胖虎无论多么深情地唱苦情细 台下都是铁打不动的冷漠脸 毕竟这时候谁先动谁就输 于是胖虎只好加快攻势找回状态 直接开口唱起了自己的金曲 那感觉简直就是五音不全不堪入耳鬼哭狼嚎阴阳怪气 但只要熬过这两个小时的刑讯 胖虎就再没理由兴风作浪各种搞事情了 终于挨到刑讯完毕 可大家好比文字的声音 还是引起了胖虎的怀疑 明明眼前的人都在为我鼓掌 气氛却是死气沉沉 于是胖虎决定临时加唱 唱到氛围起来为止 真是没有一丝丝防备 胖虎就送来了绝路 小多拉本想安抚大家 却被胖虎一击夺命掌打到旁边 撞翻了花盆 结果掌声瞬间盖过歌声 也祝胖虎说出了那久违的付出宣言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看着粗创大手 就知道胖虎以后会是个杰拼肌腹的侠客 再看着仙仙玉手 就知道这人以后能生儿子 看着大雄好奇的眼神 小夫妻想把大雄算了悲惨的人生 可都2022年了 大雄可不信这些封建迷信 而且如果轻易知道了未来 也不知是福是祸 但预知未来却拿不到大雄 毕竟熊哥是有时光机的男人 蓝胖子吃完了下午茶 大雄脚踏蓝胖回来了 蓝胖子痛到不能生育 大雄却想着恶作剧 听说大雄也感性玄学 而且还是看蛇占卜 看着大雄自信满满 三人只好配合大雄的演出 只能说大雄技高一筹 小夫呢 最近要有火恶之灾 静香呢 当然是犯水灾了 至于帕虎嘛 最近可能要跟女生搭上拳击赛 这种天方夜谭的战步 还别说下一秒去应验了 帕虎忙着救火 突然静香遭了殃 男人家鱼刚来灭火 村口的大神可不会手下留情 大雄首战告辑 直接成了神算子 刚潇洒地走出两步 就有声音上门了 可大雄并非真的神算子 但大雄的表演都被大叔看到 大雄差点嘴瞟 说出了时光机的秘密 先让大雄不肯出手占卜 大叔选择直接绑架带走 大叔也是一个苦命人 一直想写出 陆木动漫一样优秀的文案 可却没有薄老的赏识 也都让大叔怀疑自己没有才华 甚至想到了放弃 但当作家可是自己儿时的梦想 大叔不知该不该断了这个梦 所以才让大雄帮忙占卜一下 大雄只好选择逃跑战术 想让时光机再次去到未来 可有瓜不吃飞蓝胖 两人共同坐上时光机 决定去到五年后的未来 来看个大叔是否成名 可来到未来 一问一不知 二问二不知 看着大叔在未来五年 是不会成名了 两人来到书店 正想碰到大叔 在推销自己的作品 可书店又不是福利院 不像陆木动漫一样 优秀的作品 可是不会要的呢 看着大叔伤心寂寞冷 独自回到出租屋 大雄也是爱莫能助 或许及时放弃 也是一种解脱 可由谁来扮黑脸 却成了选择难题 大叔拿出家中最好的零食 这是吃剩的面包边 看着大叔满心期待的未来 大雄只好倒出了未来的残酷 大叔虽然很不舍 与文学说白白 但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虽然放弃长久以来的梦想 是些痛苦的事 但放弃作家之梦 大叔的未来也会发生改变 说不定混着混着 就成吃鞋手腹了呢 两人再次坐上时光机 要去未来吃瓜 可房子更破了 两人都惊呆了 看着大雄两人五年未变的样子 大叔也想吃瓜 可大雄更想吃大叔依然贫苦的瓜 原来大叔并非放弃写作的梦想 因为他会的也只有写作了 现在的大叔边打工边写作 作品的质量也有所提升 虽然还没有遇到人生伯乐 但大叔觉得很幸福 人生最重要的不就是要有梦想吗 这时家门被敲响 来的竟是记者 因为大叔终于等到了伯乐 作品获得了文学大赏 大叔的转折点来了 约稿的出版社络绎不绝 虽然大雄的这次占卜并不准确 但两人却露出了笑容 也正是大叔对文学的热爱 才有了今天的成功 但大雄的占卜事业并未结束 胖虎想知自己的歌手之路 此时的大雄已被作家所感化 让胖虎坚持梦想 胖虎是真敢想 大雄也是真敢说 这家胖虎是打着鸡血 要从现在开始 每天都唱歌24小时 那么小伙伴们的梦想是什么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老妈一声令下 大雄就准备去接人 这可是老爸的朋友呢 说不定会是个出入阔气的财神爷呢 可想得再好也怕意外 客人不来了 因为突降暴雪 飞机不飞了 到手的财神爷就这么飞了 说好的漫画 说好的美食全都白白了 一听到可以曾吃曾喝 蓝帆子立马掏出见人回转寿司 这可不是上寿司的机器 而是摇人的机器 而门上的数字 则代表可以使用的次数 至于为什么是11次 是因为买10送1咯 蓝帆子爆出了现任的名字 转盘转了起来 下一秒 小咪出现了 蓝帆子送上美食诱惑 这感情不就又进了一步 大雄想呼唤财神爷 可却记不住名字 这不就出幺蛾子了 九州的叔叔 无论什么妖魔鬼怪全来了 蓝帆子赶紧按下按钮 这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挥手送别了这群大佛 可人算不如天算 老爸这时高烧不退 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会议 既然如此 大雄要当回大孝子 老爸并中惊作气 整个人都不好了 大雄送来了整个公司的同事 这样就可以边休息边开会了 就连端茶送水的小妹都不放过 老爸直接射死去世 也不知大雄是要尽孝 还是要守灵 大雄要来了财神爷的名字 决定再次召唤 名字一出 叔叔人是来了 就是这身装扮 有点稍而不易 谁让大雄不提前打招呼呢 大雄想让叔叔留下 可人是不能从盘子上下来的 大雄只要速战速决 把钱留下 可大叔这身装扮 怎么可能戴身外之物 这时老妈前来 希望大雄游记同学会的邀请函 可外面足足零下100度 大雄只好再次使用神器 一个个念出邀请函上的名字 几乎下一秒 不仅没穿裙子 没穿袜子来了 就连没穿丝袜 没穿胸罩也来了 这下老妈的同学会也省了 连走前还不忘留下去 赶紧做作业 女人啊女人 翻脸比翻书还快 为了可以快速完成作业 大雄决定召唤神兽 一声净香 可万万没想到 名净香的人多了去了 上着花甲老人 下着学艺孩童 关键里面还有个男的 蓝蚂子赶紧按多按钮 再次挥手送别了一群净香 谁让大雄是个猫是鬼呢 大雄再次召唤 这次本尊是来了 只是这个画面是免费能看的吗 既然净香这条路行不通 大雄决定召唤学霸 学霸虽然来了 可为了大雄着想 学霸觉得还是用教的比较好 可一道题还没讲完 学霸就白了个白了 蓝蚂子劝大雄自己努力 可大雄没动力啊 那就给大雄来点动力 乐木将亲自前来够不够 不仅可以近距离与偶像亲近 还能得到偶像的打气加油 这波送上门的福利 不仅没让大雄动力满满 反倒让他情迷意乱 而街气也只能再有两次了 但大雄还惦记着财神爷大叔 再次召唤 希望这次能够一发入魂 可惜啊可惜 要钱的话还没说出口 大叔就战略性最大 到最后钱也没到手 作业也没挖成 召唤了十次 也就陆木将那次可以给好评 现在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 大雄决定再次召唤陆木将 让快乐多一份 可陆木将要忙着做视频 也很忙得好吗 两个小家伙一言不合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死者中大雄一句哆啦A梦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很浪费有没有 其乐老妈还在此时 开门送来亲戚的慰问 还不做作业 成年就知道玩玩玩 这动物写剧有这么好玩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那些霸道总裁的黑卡 都不如大雄的一个钢蹦 他不仅能好吃好喝 好玩的供着镜香 还要让全世界知道 这个澡堂被他承包了 这天 大雄放学就直奔回家 书包一扔 就赶着去买陆木动漫了 可是转眼间 就追逗丧气的回来了 原来书店关门了 大雄又气又急 想到明天才能买 感觉活着都没意思了 蓝胖子忍不住吐槽 就一天至于吗 刚说完 自个儿就饿了 漫画一扔 就赶着去买铜锣烧 结果点心店老板 和书店老板私奔去了 大雄还有样学样的嘲讽他 蓝胖子拿出 十日元版能商店 在一张招牌上 写下点心店 再贴上去 再扔个十日元进去 就能下单了 里面还真出来个铜锣烧 换换招牌 还能买别的 不过招牌都是一次性的 吃饱的蓝胖子 就是好说话 大雄写着书店的招牌 可算把日思夜想的漫画 给买回来了 蓝胖子前脚刚走 老爸就拿了个 一百日元大钢蹦 要大雄去买明信片 赚外快的机会 来得太及时 大雄喜好邮局的招牌 分分钟就把明信片买来了 剩下的自然就成了小费 这会儿 老妈原生叹气起来 本来是要烧牛肉火锅吃的 经过肉店 老板跟前面的两位 玩三缺一呢 晚餐没肉 天理不容 一个钢蹦吃顿火锅 相当值 老妈属实看不懂这波操作 作为未来的气管炎 好道具必须要给媳妇上贡 可是静香却要去看电影 这场三个人的电影 大雄说啥也要有姓名 又花了十日元 在空地上撅着个屁股看 别看屏幕小 画质还挺好 又是他喜欢的星战题材 大雄看得乐呵呵的 路过的胖国小夫 只当他又在犯傻 没想到静香居然回来了 一听没去成电影院 大雄赶紧拉他过来 两人一起看 那不是雪传 接下来 大雄为了把这次约会 玩出花样来 可真是费尽心思 先是买了羽毛球拍打球 又给静香整了一匹小马 再来欣赏了静香的祖传神许 身心都得到了升华 最后是用咖啡厅 点齐了一份双人套餐 共度凉宵 接静香这就要回去了 大雄赶紧换上澡堂的招牌 不就是要洗澡吗 这下静香可气坏了 大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静香走了 隔墙右耳 胖虎小夫盯上了这套道具 说着就上前要借 大雄可不乐意 抱着商店揣着招牌拔腿就跑 半路上大雄灵机一动 贴上宠物店招牌 买来了一条大狗 看着是挺像那么一回事 本质却是条田狗 不仅如此 还反过来 帮虎夫二人找大雄 大雄本想在这换个 消天选级别的出来 没想到 刚才炮妞把钱都花光了 胖虎那亲切的声音 在头顶响起 大雄只能屈服于铁拳 把道具拱手让人 胖虎一上来 就奔着最新款的游戏机去 谁知 竟然蹦出来一块滚烫的烧饼 原来是他自己 把玩具店招牌写成了烧饼店 有一说一 这烧饼还挺好吃的 这回小夫来写 可他实在是太有钱了 这一百日元人家可要不起 胖虎倒好 只有一日元 小夫只能去找零 大雄抓住机会 使了个吊胖虎离山记 把道具又抢了回来 然而 招牌只剩一张了 而且胖虎小夫很快就追了上来 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 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 大雄也顾不得自己刚才得罪了镜香 赶紧找他借了十日元 在手指发抖 头皮放慢的状态下 写招牌 贴招牌 头皮 一气合成 只见一道黑影闪过 这下 胖虎小夫老实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蓝胖子刚出生的时候 是什么颜色的吗 我们下志绳的帮 bi 我们下志绳的帮忙 把额土下賣